大家好,我是暗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暗区矿山首领到底谁的装备最强 暗区突围,首领装备盘点 绝了,你永远可以相信暗区的硬核程度 暗区突围,黑金用枪盘点 伯雷罗的监狱套是不是很帅 在游戏中遇到伯雷罗 他可能会刷新RPK-16轻击枪 和AN-94突击步枪 RPK-16是一把俄式武器 炮成像AK一样端子冲锋 在特种部队里可以当步枪用 该枪已经在叙利亚战场经过战火的吸力 而军特种部队也会像使用突击步枪那样 使用RPK-16、AN-94突击步枪 为俄罗斯现役、现代化、绞合定突击步枪 1996年,俄罗斯宣布 俄陆军俄海军陆战队 开始装备AN-94步枪 1995年,车程战争中 首次使用AN-94的俄海陆战队士兵 都说他棒极了 可见伯雷罗确实是多斯为了摆脱黑金控制 才找出来的帮手啊 2857都有儿式武器 另外PV中,波雷罗的头盔为自笔头 雷诺伊尔同款 更新以后为RSE防暴盔 该说不说啊 因为头盔啊 那是多少人把波雷罗认成雷诺伊尔啊 另外还有一个冷知识 多斯的小弟比多斯还厉害 说完波雷罗我们看下他的死队 疯狗帮首领史蒂芬 史蒂芬在游戏中 会刷新AK-74N突击步枪 得了S12K散弹枪 AK-74N 对步枪为俄罗斯传奇武器 火力强大 格奥新高 精度高 多用图信 能被广泛认为阿富汗战争 车程战争 序列案内战等冲突 S12K散弹枪 男性为俄罗斯的 这一支马实共色 带来90年代设计的 暗自重散弹枪 他的特点就是 拥有类似于突击步枪的弹架 对比两个人的装备 波雷罗不愧要回去不仇的人呢 这装备还挺精良的 依照史蒂芬不得把他按着打 不过史蒂芬到泽明星 就没钱 也许矿山就是个契机呢 并他PV里还挺励志 说不定以后能和安多尼家族平起平坐 最后来讲 北山老大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 之前不是讲过弗雷德了吗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枪里爆头的尤文呢 好吧 有点吹过了 尤文其实是弗雷德的其中一个副官 他武器一般为FAL数据步枪和P90 一种FAL在1960年代 是西方雇佣兵最爱用的武器职业 因此被美国雇佣兵杂志誉为 二世纪最伟大的雇佣兵武器职业 雇佣兵出谋的地方 对于FAL射武枪身影 到底能不能千里爆头 看实际射程在650米左右 我也很长了 P90冲锋枪在1990年装备部队 都会是一样的基一支 使用全新弹药的个人防卫武器 P90冲锋枪命动力确实高 即便是平时缺乏战场经验的后勤人员 也有一定的射击效果 然后多里甚至比手枪还小 穿透率堪比普通冲锋枪 近距离巷战确实好用啊 看完枪之后 是不是觉得油文才真正的北山老大 不知道你又没有被他秒过 暗区黑金首领的武器装备 首先是电力台三胸衣的首领科特 经观察可以明显看出 其使用的武器为AOG突击步枪 至于1997年奥地伊斯泰尔 曼里切尔公司推出的军用自动步枪 AOG系统中采用了大量的塑料部件 约战全枪零部件总数的20% 容易拆分而不需要专用工具 可以大大减少基本维护费用 是并在野战条件下 也方便维护步枪 所以你的兄弟说你拿了一把塑料枪 并不是在调侃你 说的是事实啊 该枪除了装备奥地利军队以外 还装备于阿根廷 澳大利亚整40多个国家地区 大概1991年海湾战争中 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的部队 又使用过该枪 科特使用了头盔 我们放大细节观察 并在装备系统中查找 反复对比后 确认为03型重型战术头盔 现实中为FAST头盔 一种由美国陆军开发 Gentex附属公司 生产了战斗头盔 目前为挪威国防军制式战斗头盔 在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俄乌战争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然后就是伯纳德·马丁 同我观察得出其使用的枪之为 M110射手步枪 使用美国旗日装备公司研制 奈特军械公司生产的一款 单兵半自动狙击步枪 2007年4月 驻找阿富汗的美国陆军 成为首个使用M110SARS作战的部队 比使用手动机枪系统的 M24狙击步枪的射速更高 可确保狙击手在居民密集的地区 也能经营快速的索引目标 所以你明白你漏头就被秒的原因了吧 其次是罗尔夫 其使用的枪是USA S12散弹枪 是由美国的杰尔伯特设备有限公司 在1980年设计 同时无论左撇子右撇子 皆可按照习惯来改变性弹 拉饼及抛壳的方向 而在全自动操作时 会以360发每分钟的速度射击 由于威力过大 在美国的平民完全不能购买SUA S12 最后就是农场新手领黑卡地了 在刚刚例会曝光的时候 我们曾推测出其使用的武器为MCX突击步枪 现实中名叫西哥绍尔 MCX突击步枪 都得过西哥绍尔旗下在2013年设计 普洛伯尔在西方民间设计领域外 也有一部分被美军海豹6队所采用 枪人只有冲锋枪大小 但却拥有步枪的射程 精准步枪的精度 快速更换相关部件 以及发射不同弹药的特性 意思就是说你在战场上可以通过更换弹夹 拿同时使用5.56和西亚6R的弹弹 但是在暗局游戏官方中的设定 还想只能使用5.56的弹 坏弱暗局不是硬核游戏吗 这个怎么不还愿一下呢 感觉还请实用呢 以上就是黑金阵鹰 走领头盔和枪支盘点 基本都属于美式装备 并且活跃在国义冲突战场中 你最喜欢以上哪一把武器呢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